Hello 大家好 我是Laura 梁星儀 這是我的自由實踐計畫 和我一起來點自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ura 梁星儀 然後我即將推出我的第二張個人專輯 叫做自由靈魂 那這張專輯其實就是在探討 就是自由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自由 那可是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恐懼 或說覺得不敢去嘗試的事情 然後這些東西會束縛我們 讓我們沒有那麼自由 所以呢我自己就列了一個自由清單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完成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完成這些事情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提升我的自由 今天呢就是來挑戰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人在東區吃飯 因為其實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覺得因為是一人的關係 其實當然有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甚至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我要去吃東西 就是如果說只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要幹嘛 會不會大家在看我 覺得說好像我很Lonely 很傻的感覺 尤其是呢麻辣火鍋 因為麻辣火鍋就是 一群人要吃的東西嘛 就所以呢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然後不知道會怎麼樣啦 我們就看看 那那個所以菜都在樓上 是的 OK 好謝謝你 聽掉你的學習 聽掉你的責任 放鬆是活著的資格 計畫句的存在 但你太不忍耐 會錯過更完美的可能 要不了解你的黑暗人生 真是你的眼神 解放你的淚海 有自由是一種精神 是否最終微慌 自我探索著我想大部分的長大 其實我現在蠻想把手機拿出來的 我覺得好像我想像啦 因為我沒有自己吃過飯 可是我覺得一個人吃飯的話 可能 甚至在家裡的時候 我都會把手機拿出來 就是一邊吃東西 就是同時做很多事情 這其實沒有必要 就是把自己搞得這麼忙 所以我今天順便挑戰一下 就是 吃這頓飯的時候 也不要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徹底的感受 一個人在吃飯的感覺 解放你的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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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OK 這算是我第一次在台北一個人吃麻辣火鍋 我覺得有可能也會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自己吃麻辣火鍋 因為我覺得麻辣火鍋自己一個人吃真的有難度 但是呢 雖然就是有很多尷尬 甚至有點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當你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觀察到你自己在幹嘛 就是像我之前去吃麻辣火鍋都是跟可能朋友去 然後就是可能別人會煮啊 然後你在旁邊聊天吃吃東西 你不會發覺到就是你自己吃麻辣火鍋的那個方式是什麼 像我今天就有一點體會到說我好像不太會吃麻辣火鍋 就是我夾的菜都很奇怪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要煮多熟就可以吃啊 就是很多事情我覺得就是當你一個人去體驗的時候 你可以學習到更多生活經驗 這是蠻重要的 所以呢就是雖然今天原本的目的 是要體驗一種就是自由的快感 就是自己去吃麻辣火鍋 可是我覺得同時也有了就是一些生活經驗的收穫 我覺得蠻開心的 OK 那我覺得我今天應該算是挑戰成功 就是突破自己不敢一個人吃東西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 你不敢做的事情是什麼 也許呢也可以去嘗試看看 然後跟我一樣得到一種小小的自由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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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